What's up everyone 我是769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怎麼挑選手沖湖 如果你對手沖有興趣的話 歡迎繼續收看下去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Let's go OK 那首先呢 手沖湖的挑選 我的建議會是先把 你平時沖的份量是一人份 還是兩人份 三人份 四人份 這樣的一個比例 你要自己先知道 然後再去挑選這個 手沖湖的容量大小 有一些他有分容量大小 然後再來就是看他的 手沖湖的重量 以這個手沖湖來說 他的平身是不鏽鋼的 握把底部的部分 都是塑膠的 那這樣的話 重量就會比較輕一點 那平身的重量呢 你要能夠 在他裝滿水的狀態下 手拿著還是可以很好的去控制 他的出水的這個流速的話呢 那這樣就 對你來講就是一個適合的 一個手沖湖 有些人會覺得他重心應該要在後面一點的地方 這樣去控制這個手沖湖的時候呢 他會比較穩定 那通常呢要做到這樣的話 他的整體的重量 質量就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握把的部分呢 可能他的這個材質會比較不一樣 可能是石木的啊 或是一些鐵啊做成的 那接下來才會講到說 他這個 手沖湖他是不是有電子控溫的 還是單純是水加熱完才加進去的 當然要以方便性來講的話呢 是這個 有電子控溫的這種手沖湖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是沒有加熱功能的 單純就只是一個手沖湖的這個功能的話 他的價格就會相對比較便宜 所以重量也會稍微輕一點這樣 OK這個都講完這個前提之後呢 那如果你已經選好你要的手沖湖了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講說 手沖湖有哪一些地方需要 你選購的時候需要再去 留意一下這些地方 是不是有符合這些條件 那他才可以讓你在手沖的時候呢 更容易的去控制流速出水的大小 然後更容易的去做整個這個 手沖膠靈的這個動作 那首先呢就是他的 整體的這個控制感 你可以控制這個手沖湖 在他裝滿水的這個狀態下 他的這個 膠靈的感覺是 很好的 重心是好的 是可以穩定的 穩定的出水 那你手也可以穩定的 做一個繞圈的這個動作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他這個 出水這個額頸 所倒出來的水 有沒有符合你要的這個方式這樣 那我會推薦呢 他倒出來的水 必須要是能很穩定的這樣流下來的 不要說倒出來他是這樣沖出來的 或是他是很慢的這樣垂直流下來的 如果還是垂直的呢 這樣對於你這個 對於你咖啡粉床 這個在沖煮的時候這個 垂直的這個水流呢 是比較 是比較強烈的 他會造成這個 咖啡粉在裡面 做一個擾動有一點太大 那最好的弧度呢 就是一點點這樣下來的 那在這個同時 他的出水的這個大小 你也是可以控制的 那如果他的出水是 倒的時候他就往前噴的話 這樣也是水流會太太強 那也會造成這個 咖啡粉在濾杯裡面的這個 擾動狀態太過太過強大這樣 那所以這個出水狀態是剛剛好 一點點往前這樣下來 這樣這樣的弧度下來 這樣就好了 當你在做這個 手沖咖啡的時候呢 就是他讓你很穩定的 做一個繞圈 出水也很穩定 那接下來呢 你就要注意到 你的手沖的出水 跟你這個濾杯的這個高度 通常我們不會拉 拉到很高很高很高這樣 在這個過程 你就要注意到 你的手沖的這個高度 他的 倒的時候 他的出來的水流 有沒有分岔 有沒有斷 如果他倒出來的水流呢 是呈現很穩定的 一個水流的狀態 一個直線 或是他是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的 你就要去注意了 他這個手沖斧的這個 極限的高度 可能就在那邊 那通常我們不會 讓你拿到很高很高這樣沖 通常我們建議就是 5到10公分這樣 這個高度這樣沖就好了 這也是你可以知道 這一隻手沖斧 他出水的這個 這個狀態的好不好 就是你看他的水流到哪裡 到哪一個高度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變成 就已經斷掉了 就已經變成不是一個水柱了 開始變成水滴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在那個高度下 可能就是 你就不要高過於那個高度 這樣就可以了 那每一隻手沖斧的設計樣式 還有他這個耳井的樣式 也都不一樣 還有他出水口的這個 切口的這個角度 形式可能也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能必須要去很認真的 找到你想要的那個手沖斧 那最好是可以先都用過 我試用過之後 你才可以知道 他的這個出水的這個狀態 還有整體拿起來的手感 是不是你要的 那手沖斧 大概簡單跟大家介紹的 這些怎麼去購買選購的 這個要注意的事項 大概就是這些 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有一些東西 真的不是一定要買到非常好的 你才可以做出很棒的手沖咖啡 那咖啡這種東西 真的是見仁見智 每一個人喝起來的那感受啊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就是可以選擇 方便好上手這樣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買到可以電子空紋 簡單一個幾百塊的不鏽鋼的這個手沖斧 這樣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還是在使用者的這個 你對於這個手沖咖啡的沖煮的 這個了解的這個狀態 是不是很了解 那對於咖啡粉啊 磨的這個程度 粗細的程度有沒有很了解 那對於水溫啊 你怎麼去掌控這樣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手沖咖啡 可以呃呈現出你想要的一個風味 那同時你也可以去做很多一個變化 去玩去深入研究這個咖啡這樣 那實體器材的這個好壞呢 不會到影響到這麼這麼這麼大 那當然磨豆機是要有一定的水準啊 那其他的東西我都覺得 不太必要買到太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呢 給大家一個關於手沖斧啊 怎麼選購 然後手沖咖啡一些建議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我按讚跟留言 那這對我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在這邊先謝謝你們 那有想要看我拍什麼內容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是769 掰掰 拜拜